嗨,大家好 一段时间没有去美容院理发了 感觉发型都有些不好做了 昨天好歹预约上了,准备出发 在日本一般去美容院之前都要预约 这也是为了让美容师事先有个准备 特别是对老顾客 他们会根据顾客的偏好 事先考虑出适合本人的方案 拿出来供顾客选择 作为顾客呢,去之前也有一些小的细节必须注意 比如尽量不要穿高领毛衣 戴帽子的卫衣 玻璃的设计款式比较复杂的服装 总之服饰越精简越好 今天呢,打算为一个这个围巾 丝围巾 感兴趣的朋友,学起来 这是一张方形丝巾 先这样折过来 最后是细一点 然后缠在脖子上 一样的绕脖子一圈 之后呢,把中间这儿 把这儿弄出余地 这样圈过来 这样圈过来 这儿就有一个洞 然后把手穿进去 把这边的拉进来 再把这边的也 拉进来 两边 也可以把它往这边送一送 这样也行 是不是很可爱 可waii 骑车五分钟 我便来到了家附近的美容院 很久没烫发了 和美容师商量了一下 直将发顶部 进行了局部微烫 再进行了美容护发 结果修剪烫发 美容护发 前后花了大约两个小时 人民币一千零六元 大家说贵吗 剪完发 从美容院出来 已经是五点 早已天黑 正好美容院底下一楼 是我喜欢的一家日容品小店 这家店里的商品 不仅实用 而且富有情趣 那么还是请大家 跟我一起进店看看吧 瞧 这对书中镜 好漂亮 用它来打扮自己 一定心情美美的 这是门口花园牌 不仅外观漂亮 还附带了自然要生呢 这是欧上风格的蛋糕架 这家用上它 一定会为您增加不少情趣呢 这套阴圈草图案玻璃杯 也不错吧 这些啤酒杯 都采用了特殊加工 用它们来喝啤酒 泡沫会更加丰富 细腻 这些都是用来喝烧酒的玻璃杯 当然也可以用来喝茶水啦 这是打开葡萄酒后 暂时存放的清注器 用它能让红酒与氧气 更好的融合 这是装各种香药的组合架 这是锅垫 那个粉色的也不错 这是具有福古情调的 葱咖啡专用壶 这些抹黄油的小刀 多可爱啊 才21块钱呢 这是多用途木制碗 加工的非常完美 表面光亮 这些天然原木制成的汤马 表面纹理清晰 质地厚实 都具有抗热耐潮 光泽度持久的特点 许多日本人都有出门带水壶的习惯 这里的水壶与众不同 外形新颖别致 瞧 这些松子形状的水壶 真是太可爱了 拿在手上非常轻巧 盖子也挺乖巧的 朋友 若是您亲您这种小调 会不会对这里的商品动心呢 自律的人 漫不经心 自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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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心 我がま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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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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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切